大家好,我是劉淑梓仔 Studio,我是梅姊胡蜜 歡迎回到蝴蝶湯2 諾奧,五年級 星期六的中文課 第一個詞是禁忌 小諾常識寫出黑版的漢字 這樣對嗎? 嗯...禁止 小諾看看黑版又看看自己寫下的字 我寫對了,下一個詞是... 第二個詞是承認 認應該要會寫,之前教過了 承的意思是too dear 或是true carry 如果中文也是字母語言就好了 我討厭念不出字的感覺 而且中文的念法和寫法還分開 一個字要學兩字,超級沒效率的 幾個小時後 一個坐在教室後方的同學舉起了手 老師,中文總共有幾個字 至少八萬個 別擔心,一般人平均也只認得八千個 還是很多啊 放學後,小諾在廚房餐桌上做中文作業 我從幼稚園就開始學中文 可是完全沒效果 光是學一兩個字就要花好幾個小時 我現在都上小學了,還是連報紙都看不懂 我真的有學會的一天嗎? 諾,這些是什麼? 小諾媽媽手裡抓著幾包生理用品 綿牙還有綿片 今天健康教育課上的 女學生學了有關於經濟的知識 學校教你們用綿條? 就是在鼓勵性交 你知道就是 你看媽媽就是 就是想太不單純了 就是想單純的人才不會想到這件事情 不是,演講的人說 綿條是用來吸血的 不可以,你會一直感覺到有東西 因為綿條要放在 放在 你知道有時候有些家長就是過度保護小朋友 然後讓他沒有辦法理解 到底什麼是性交 到底什麼是 陰莖或是陰道或是 blah blah的 然後你知道就是當小朋友真的被 被別人性侵的時候他反倒說不出來 所以我其實還蠻提倡就是 就是關於信教育是要提早學的 小諾媽連那個詞都不敢說 等於在教你們和男人做那種事 哪一種,哪一種,說出來 演講的人說很多女生都有 那是因為他們思想放大 每個小孩都這樣 所以他們才幾歲就開始流血 欸,小 提示加偏見 你看我真的覺得很莫名其妙 就是你們真的認為美國真的這麼不好 然後思想放大又偏見 那為什麼要來移民美國 不是為了要更好的生活嗎 就,莫名其妙 結婚之前不可以想這些 所以,以至於很多人結婚之後 反倒不會 然後生不出小孩 你以後就抱不到 就是,你以後就抱不到孫子囉 小諾媽媽把賭卸的棉條丟進垃圾桶 然後走到客廳開始看電視 但我爸媽的小孩真的很累 因為他們說的話我都不太相信 我媽媽覺得心理疾病是醫生鞭來騙人的 卻相信如果不再晃到即日做某些事情 他一定會倒霉 我認識的白人都不會這樣 華人的社會落後我們這麼多嗎 沒有,那是只有你,只有你爸媽講 小諾瞥了電視一眼 WTO姐妹會耶 語言六色的大自爆和粗糙的動畫 在畫面上飛來飛去 時不時穿插一些超羅打鼓 還有莫名其妙的聲音 好吐喔 請先生您的看法是 這個節目專訪問一些中文不太好的外國人 主持人講了一個笑話 但是他的聲音馬上被類似 波泱泱的恐怖音效蓋過 小諾快受不了了 白人聽不懂問題就算了 還要被傻 這種不真正人的節目到底紅在哪裡 苦的智力都要減退 承受著變笨的風險 小諾重新審視他要晚如天書般的中文閱讀測驗 我到底為什麼要學中文 為了看懂這個無腦的節目嗎 根據我爸媽的表現 我真的對他們的文化一點興趣都沒有 節目進廣告的時候 小諾把手裡的鉛筆一摔 我不想學中文 小諾媽媽猛的轉過頭來 為什麼? 因為很討厭 放早上課還笑那麼久 然後功課超級多 比我們學校一星期的作業還多 小諾爸爸放下報紙 他臉不贊同的看著女兒 不行,這是你的母語 哪有中國人不會說中文的 其實,其實,我不能說多數啦 可是還是有 你想讓我們丟臉嗎? 到底為什麼小朋友不好 丟臉的是父母? 到底是為什麼? 人家會覺得我們的父母怎麼當的 為什麼要管人家怎麼想? 被浪費掉的是我的時間耶 你要聽爸爸媽媽的話 你現在還不懂 等你長大了就會知道我們是為你好 到底是為你好還是為自己好 論人而小諾生氣的方法 你還不懂,一定穩坐前三 不要把我當小孩子 我已經可以讀大學程度的東西了 跟讀書沒關係 你的閱歷還不夠 有些事情要長大才會懂 你的意思是說 因為你比我大 所以你一定比我聰明嗎? 對,三小 不合理 不可以不學 中文是你文化的一部分 不要,中文已經過時了 因為你們傳成千年的語言 怎麼說是過時呢? 這是非常值得誇耀的事情 哪裡值得誇耀? 其實我們現在說的 中文就是普通話 其實好像也沒有說到千年 有幾百年就不錯了吧 有什麼好值得誇耀的? 又複雜又沒有意義 又難學,還浪費我的時間 小諾的雙親生氣的交換一個眼神 今年的學費已經付了 那我年底可以退嗎? 如果年底你還是不想學 那就退吧 真的? 不行 你想想看嘛 他現在這種態度學得到東西嗎? 如果他不是發自內心想學 卻上課也沒有 那筆錢就白花了 耶! 雖然年底還很久 至少可以不用學了 這樣我最後會有很多時間可以看書 等我長大一定會覺得 幸好我退掉 小諾開心到連被媽媽抓去進行她認為非常浪費時間的活動 逛大華超市時都沒有半句怨言 逛到漁玩區時 小諾媽媽的諾基亞響 她立刻揭了起來 喂? 小諾媽媽聽了一陣 聲情逐漸變得悠傷 怎麼了? 她罵過世了 喔! 我沒有什麼感覺 應該我已經很久沒見到她了 我也沒有跟她聊過天 我根本不認識她 來到了九年級 現在 春假 小諾家不准關房門 所以她用電腦的時候都非常小心 我覺得為什麼不能關房間門 如果我今天有關了房間門代表我在做事啊 然後進來前敲門應該是很正常的禮貌行為 可是 你知道這種事情對我爸媽就是都不太會敲門 不然就是他們敲了一下之後馬上就把門打開 他們完全不給你時間反應 這種狀況超討厭 媽媽在洗菜 我現在可以用電腦 小諾打開圍基百科 飛快地輸入同性戀 比亞和小明交往之前 阿卡莎一直堅持他們來電的時候 我有概略地看過你 可是 我確定上面沒有說兩個女人可以進行性交 性交這件事情 如果 以 定義來說就是性器與性器的結合 可是如果你要說是達到高潮的話 其實也未必是性器跟性器之間的結合啊 因為如果有 我現在就不會查了 重讀一次文章 點擊性交超連結 點擊女同性戀的超連結 重讀一次 重性戀的頁面大部分的內容在描述 古今中外的男同性戀受到的種種壓迫 還有反自然性行為被視為犯罪等內容 包含一張古希臘淘氣的照片 上面描繪著兩個赤裸的男性正在互相擁抱 小諾飛快地滑過夜面 這一段好像是我要的 根據人類學家 可稱 在社會批准下 賴索托的女性可以建立長期且充滿情慾的關係 什麼個充滿情慾法 可以講清楚一點嗎 小諾點索超連結 發現段落出自一本叫做 非洲同性戀研究男妻女夫的書 圖書館絕對沒有 賴索托 小諾瀏覽整個頁面 但並沒有對充滿情慾的部分做更多解釋 查不到東西 如果用Google我怕會跑出色情照片 編輯女同性戀 小諾瀏覽整頁面 整篇文章幾乎都在描寫女同性戀的歷史 她們活得很艱難 希望Dia有想清楚 在19世紀晚期之前 雷斯編一詞 一指所有與雷斯副斯島相關的事 例如雷斯編酒 亦為雷斯佛斯島的酒 直到1890年 醫學詞典開始使用該詞語 以雷斯編之愛等字形容 女陰摩擦 女陰摩擦是什麼 明月數的是這個嗎 摩豆布 她講得好隱晦喔 頁面打開後 最上面有一張照片 兩個裸體女人正在用陰部互相摩擦 登登登登登 這也太清楚了吧 小諾盡可能快速閱讀起來 卸卸資訊進入腦海 她只覺得渾身發熱 冷汗直流 看完後 小諾用迅雷不及眼耳的速度 關上分頁 清除歷史資料 然後關機 哇 清除歷史資料很重要 天啊 敏瑞說的是真的 維基版本上面真的可以寫這種東西嗎 當然可以 當然是以科學的角度 不過我得先銷毀證據 可以怎麼辦 寵棍嗎 三張號 還是乾脆把電腦燒了 希望這些奇怪的知識不要影響到我 訊息提示音響起 小諾巷到整個人都彈起來了 要看手機 得到我覺得這張圖片裡面的滴滴滴大王很性感嗎 哪裡性感啊 不會吧 覺得性感請舉手 瘋子 我是唯一能體會性感的人嗎 小諾 瘋狂敲門 如果你願意與弟弟弟 應該算氣了吧 共度吹銷 連海軍總部都會讓你三分 帝亞離開聊天室 明離開聊天室 小諾 你又哪根筋不對了 我很無聊嘛 我已經整天沒出門了 很遺憾我沒有辦法陪你太久 我快要去機場了 喔對你要去台灣 你要去多久 我忘了 一個星期心理電話下午回來 我爸爸會因公多留一個星期 那邊說得到訊息嗎 要用VPN嗎 拜託台灣又不是中國 我覺得被冒犯了 不用只要有網路就可以了 是喔我也會審查很嚴格 那是中國 喔 然後 可以再說一次中國和台灣有什麼不一樣嗎 那是兩個國家 OK 兩個國家 被槍打中 我知道台灣是島 可是 你被槍打中了還能說話 也是國家嗎 我忍住巨痛 最好是 我弟弟課問過 然後班上就吵起來了 因為牽涉到政治 台灣的定位是個敏感議題 一部分認為它屬於中國 一部分認為它是獨立國家 你覺得呢 老實說我不太清楚 據我所知真意是在某次內戰之後產生的 對一切都是國民黨的國 喔 所以你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還是兩個 這個嗎 我小時候學過中文 我父母會講中國民間故事給我聽 但是 疑讀 台灣史不學學什麼中國史 莫名其妙 是這樣分了嗎 我講英文又不代表是英國人 說老實話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所以我現在有點混亂 抱歉 讓你陷入了認同危機 危機 如果你問台灣人所代表的意義 連東亞國家的人都不一定回答得出來 聽起來和美國人對德西身份的理解有點像 怎麼說 因為他們是以國籍來分 阿基斯坦人 印度人之類的 可是裡面其實還分成好幾種人 像印度庞哲普人和印度古查拉底人 就是不同的人 可是對美國人來說根本沒差 因為他們分不出來 有道理 我也分不出來 等等 等等 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是誰了 請說 你是法國人 法國老 你覺得有用嗎 沒有嗎 沒有 整個四 當天上晚 小諾爸爸載全家人去機場 一輛車從窗前經過 保險桿上面貼著 恭喜我家寶貝上榮浴榜的貼紙 小諾的火氣瞬間上來了 這種小事有什麼好炫耀 上榮浴榜不是很正常嗎 不如改成 恭喜我家寶貝終於會呼吸了 對亞洲很正常的事情 對別人來說是 就是千金難買 被呼吸有什麼了不起 正式經過一塊指示牌 小諾媽媽瞇著眼睛看了半天 諾,來幫忙看路 為什麼又不是我開車 你看得比較快 好吧 有沒有搞錯 你們都來美國20年了 我媽現在連基本溝通都不會 哇 這就是在家裡都講中文吧 然後很少出去跟別人互動 好像移民多數 也不能講多數吧 就是好像有部分有這樣的狀況 就是怕被人家歧視所以不敢講話 你們這些年是白住嗎 停車場是哪一條 跟著劍頭走,又轉 你二年級就讀得比我這個博士生快了 幸好諾傲在 小諾帶著爸爸在迷宮般的馬路中穿行 我們是不是在繞,停車場呢 沒有繞,那邊的牌子寫 停車場在貨櫃區後面 這裡要轉嗎 小諾爸爸開始轉彎 當看著路口掐著禁止進入的牌子的時候 小諾都快嚇死了 直走 上面寫禁止進入 哦,好 小諾爸爸一個急轉彎 勉強回到大陸下 小諾痛苦的按著太陽雪 皮膚下的脈搏發出劇烈的抗議 我是這裡唯一的人類嗎? 為什麼我要負責看路? 為什麼我要承擔可能出車禍的責任? 我是小孩耶 欸? 既然你們有那麼多時間跳舞毛病 為什麼我不去學英文? 大人的雙重標準 車輛駛入停車場 小諾又從座位上抬了起來 掉頭我們走錯了 有嗎? 它在上面寫 Premium Parking 高級的停車場 Premium是比較高級的 那很好啊 我們要找的是普通的停車場 比較高級就是比較貴 噢 掉頭我們要遲到了 車子又轉了好幾個小彎 小諾媽媽嘆了一口氣 如果你會講中文就好了 如果你會講英文就好了 小諾媽媽把手交叉在胸前 憑什麼要我當翻譯? 移民美國的又不是我 唉 16小時後 開北 計程車開進一條停馬摩托車的巷子裡 這裡一定是阿公家 也就是我接下來一個星期的住處 小諾媽媽按下門鈴 我們到了 快進來快進來 再爬來一堆樓梯後 小諾早已滿身大汗 大阿姨 哈囉 春花 等你們好久了 春花你長大了 就覺得好 從小學開始就沒見過了 她一定是我的表情之一 諾媽會打招呼 怎麼這麼沒禮貌 等一下我們才剛第一次見面 憑什麼 哪裡沒禮貌 我不能理解 大家好 我的翻譯好不標準 他們真的聽得懂嗎 你說什麼 我是 你會說英文嗎 阿公只會講日文台語和中文 她連國語都快要不會講 大阿姨忽然指著春花 她戴著厚厚的眼鏡 手上抱著一大本書 諾 跟春花講英文 她想美國念大學 會開心有人練習說 你好 我的英文名字叫利特 利特雷徹 Literature 意思同文學 這是她自己取的嗎 華人的品味也太詭異了 沒關係 我叫你春花就好 我跟你童年對嗎 你覺得誰高更多 春花興奮的和小諾背對背站好 讓其他人可以比較他們的身高 你墊腳 沒有啊 哇你們一樣高耶 兩個怎麼都瘦額跟竹竿一樣 果然是表姐妹 一個美版一個台版 小諾端詳著春花發現她阿姨說的沒錯 如果我們有出現在美國 應該就會變成她現在這個樣子 春花遇到了另外一個世界的自己 你們確定我們有比較高 對我們確定 他們在講台語嗎 春花給阿公一個大大的擁抱 小諾慕明覺得自己有點多餘 當然我們已經用台語聊幾了天 我完全聽不懂 他們在聊什麼 台語我連一個字都聽不懂 等一下 阿公是台語嗎 中文課沒有教過這個字 這是台灣特有的用法嗎 教了那麼多年阿公 卻不曉得他是中文還是台語 欸是什麼 阿公是台語喔 大姨領著小諾的父母到課房發行李 這讓我想到 我一直以為日式咖哩是中國菜 因為媽媽常做給我吃 我對中華文化一點都不了解 因為我的父母沒有給我動力去學習 華人都相信黃到即日嗎 他們都重男輕女嗎 還是只有我的父母這樣呢 我要如何從這一團亂麻中區分 特殊案例和中華文化呢 春花坐到想樂身邊 開朗的用英文和他打話 如果有問題問我 嗯 問他讀什麼書 你在讀什麼 一本俄國小說的中文版 英文叫什麼我不知道 馬拉馬祝夫兄弟們 什麼什麼兄弟們 有兄弟的俄國小說 The Grands Karamata 對應該是 我也看過 沒想到他也看過 我第一次遇到同年紀的讀者 你喜歡嗎 我對其中涵蓋宗教議題不是很感興趣 但作者的一些想法還蠻發人省思 譬如我們都活在旁人家諸的負罪感之下 直到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一個人的行為 不過就是眾多人行為的連鎖反應的其中一環 同理 他一個人有罪 所有人都不是無辜的 他支嘴犯罪 是源自失敗的社會 小諾失望地發現 春花只是一臉茫然的點頭 喔 他聽不懂 還是換一個比較好聊的話題吧 你喜歡看書嗎 我喜歡看書 你是宅嗎 小諾不確定他是什麼意思 應該吧 耶我也是 照片牆還有我在 在 其實 算了 要看照片牆很丟臉 你想知道什麼 照片牆 你確定 真的沒有其他想問的嗎 繼續問照片牆 我想看照片牆 好吧 如果你一定要的話 小諾和春花走到照片牆前 第一張是阿公和春花在公園前的合影 春花手裡捧著一隻栗子色的小鳥 因為班珠 我們在公園找到的 鳥媽媽不要牠了 牠從樹上摔下來 翅膀斷了 我們治好了牠 叫牠飛 這樣牠就可以回歸大自然 你真善良 是阿公教我的 阿公不太講話 可是牠真的很好 你和阿公感情真好 你阿公 他也是你的阿公啊 喔 對 小諾覺得丟臉 於是飛跨地走上下一張照片 一張老照片 大人們面露微笑 看著前景的一群孩子堆下寶 這是我 這是碗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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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我舅舅的小孩都比我大 碗瓶要上班 碗瓶出國了 不然我們可以一起玩 他去哪裡? 日本 都密遠 要結婚囉 對,一個月前 我不知道他結婚了 後面的大人是舅舅 我和阿嬤 這是我們跟阿嬤的最後一個週末 我好羨慕他 我和祖母連一次週末都沒有 春花和親切的小孩到阿公阿嬤家玩的時候 我正在痛苦的學中文 春花指向一張 他明顯故意留到最後的照片 這張是我和模型拍的照片 哈哈哈哈 原來他說的宅是這個意思 我有一個好朋友也喜歡這些 真的?他是美國人嗎? 對 好酷喔,我想認識 結果呢? 看完照片後 春花指向他身後牆上的一個相框 這個你也該看 是你媽媽的獎狀 她得多獎 對 她大學的時候贏得很多師哥比賽 還有上報紙 那我第一次知道 恕我直言 媽媽有才華讓我非常驚訝 在我眼中她只是一個恐怖的家庭主婦 我給你看她寫的,厲害 春花從櫃子裡面抽出一本雜誌 看到其中一眼 厲害不厲害,文采真的是天賦 很可惜她後來不寫了 美國大概沒有這種環境 小諾只是呆呆地望著紙上的詩句 我看不懂 真的是喔 不知道小諾到底能不能適合適應台灣的生活 雖然她只待一個禮拜 好好喔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 感謝各位的收看 好耶好耶 那如果沒有別的問題 我們就先到這邊啦 好,那我們明天見囉 順便有美好的一天 掰掰